今天来教大家要如何选购一颗健康的仙人掌 第一点我们一定要选购更系健康的仙人掌 要如何判断呢 如果它的更系是健康的 那么样的话它的吸取能力是非常好的 所以那一颗仙人掌它的体态一定会非常的圆润饱满 像这一颗一样 再来呢如果有虫开的仙人掌一定不要购买哦 像这一类型的仙人掌它的身体布满着非常多白点 其实它就是所谓的顿壳虫 这些虫类是会传染的 所以有虫开的仙人掌也不要购买 再来仙人掌是非常害怕长期吞水潮湿的 所以如果有一颗仙人掌你乍看之下 它的边缘会有非常多的锈斑 而且会有一些腐烂痕迹 千万不要购买 因为当你到它一家之后呢 很可能因为你的阳光不够充足 而导致它非常容易化学蓝根 再来呢你们都希望你们的仙人掌开花 所以我建议你们买年龄成大致在三至四年的仙人掌 最好是在你购买的当额它已经是开着化的 这证明说你的仙人掌已经到达一个承受期了 那么这样的话 接下来如果你给它充足的阳光 充足的营养 跟充足的水分 它就能够不停的持续开花了 今天你学会了吗